就是我们为什么很激烦这个很受人这个激恨啊 是有原因的不是没原因的啊 你什么路人反正东西不算什么的 一些这是只是一个路路人黑 他因为不了解我们现实的不了解我们现实做过什么啊 我刚才我给你还说什么涉嫌违法那个举报 那个举报是有人专门去民政部举报的到部里面去举报的 啊你说这个什么涉嫌违法是有一些王八蛋他到部里面去举报 到部里去举报的啊 去部里举报然后他去去到民政部举报的东西 不得已他不得不他省内是要通报的是要发通报的 因为他已经是到民政部举报他将民政部递的材料 那么在那个通报发生之前我都没有被民政局调查过 所以他说的是我涉嫌违法 但是他甚至都没有调查过我 这个我可以很公开的明确的跟你们讲 这些人是打击报复我是有目的的某某人啊是有目的的打击报复 我然后是举报到民政部举报到中央部委 所以他省里不得不通报他要去交差啊不得不通报啊 然后在省里面通报这个情况之前我都没有被苏州市或者无中区的民政局调查过 我没有被调查过 他都没调查怎么说取缔我呢怎么说要求我解散呢 明白吗 我没有接受调查啊 从来没有说一个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在那个通报出现之前 在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那个那个新闻出来之前找我谈过话 understand 然后所谓是涉嫌嘛他又举报材料递到他部里面了 涉嫌了之后最后呢是怎么样这个情况像啊我报备的就向他们反映最后呢最后是自行解散啊自行解散 啊没有立案也没有定性为非法组织 understand 就是我做我的公益行为我是以我的面店作为主体在做的我以我的牛肉面店作为主体我我无非就是在我的餐厅里面去请人家吃饭嘛 我开直播呀 understand 所以说 打击报复我的人现在这这几个人我们都不是这群人了我们都知道具体是哪几个人的这几个人现在还在做啊 现在还在做还在搞这几个人好几个是所谓的退网了的退网了的在网络上臭名昭著退网的销声匿迹的不敢公开存在的啊 他现在还在搞还在炮制材料还要去举报 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明白吗 我们从来没有不实举报 understand 我们要举报什么我们要说这个情况不对不好我们都是老说都是公开的都公开的 情况甚至说 舆论上都先是舆论现行 他做的哪些有问题 他什么什么是错的是不对的我们舆论上都会清清楚楚明白白说清楚 这些人都是这些人都是打黑枪你知道吗 而且一举报就给你举报到最高层级 那写材料是写到最上面层级终点所有环境他反正他是他是普发邮件 明白吗 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些人是很恶心的 你们没有见过这些人 现下那只嘴脸 他们那小弟的那种嘴脸 水之轻则无鱼 我就是我说穿了我就不想让他们挣这种钱 我宁愿我不挣钱 我宁愿我亏本做这些事 我要让他们证明我做成了 而且我要让所有人证明不用多少钱 而且不不不不用维持头头的一种什么奢侈迷难的生活 不允许 明白吗 这种东西 反正话已经讲清楚讲明白了 你们要查这个账 我都去年11月份那个账 我一直不敢公开的原因是因为我害怕 他们拿这里面的数据去造谣啊 我报这几项给你们吧 盖斯特的那个店租是八万九 人员工资呢是给了七万两千八百元 然后厨房改造的又花了一万六千三百元 然后这个店里面购置一台车啊 包括他各种车的保险费用加起来是两万零四百元 然后 网店的成本 花了这个 呃工厂一是花了四万五千九百元 工厂二花了三十九万四千零三十四元 网店的成本服装成本啊 然后快递成本是两万七千七百七十二元 客服工资成本是呃三万块 拿着客服兼职客服啊 然后各种这个设计费各式样的成本加起来是 十四万一千零二十七元 也就是说网店的总成本在 四十啊 这个 四十五 四十八 五十五十一 六十五万元啊 网店总成本在六十五万元 六十五万元 然后那个店租九万块 人员工资七万三 反正这个东西哈马拉汤店里面 的那个成本是在十 在二十万元二十万元左右 二十万元左右 十八万十九万吧 十九万 十九万元 十九万元 二 六十五万加十九万 七十 八十四万了 然后员工宿舍这个成本加在一块是这个 呃 一个房租是 呃 宿舍一的房租是 只交了几个月啊 一万四 宿舍三的房租 宿舍二房租八千七 宿舍三的房租四万四 装修费 两万一 家具费八千四百三十七 电费一万两千九百三 网费两千四 店里的网费两千四 这些加起来可能又有一个 我头 好烦呀 十万块钱 这里挖的已经 九十四万了 然后那个小屋爱情小屋的 就文具店的房租又两万块 两万三千七百五十七 然后呃 这个 营养费啊 给小朋友的营养费 在四千五百九十七 人员工资一万六千六百 然后改造费 杂费又是六千二百一十七元 这个是小屋里面的支出 就差不多是在五万块钱左右 五万 我操 那这一百零五万啊 我也算不过来了 反正已经一百多万了 你妈逼啊 然后爱心小屋的这个收入啊 收入实求讲这个 做牛车糖饼干啊 做托管托管收费全年就收了一万两千四百一十七块钱 但我们只收了几个月啊 几个月 这个托管费一个月 收三四千块钱 我们就收了三个月嘛 去年就收了三个月托管费 就是我们向小朋友的家长收钱 一个月收三四千块钱 托管费只只收了一万两千多块钱 你知道他整个小屋的这个人员什么改造费 杂费房租什么包括小朋友的营养费 是在五万块钱左右 然后这个牛车糖饼干是这个 做店里面做牛车糖饼干又赚了这个 这个一万多块钱 饼干总共牛车糖饼干总共是赚了三万块钱 然后一半拿出来支持这个文具店了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当时苏打水活动 后来办完了苏打水最后全卖光了嘛 卖光了这个利润本来说是要给一些这个 各地的俱乐部给他们买车的买交通工具 有一些俱乐部他就说我们不需要 你自己想办法就是去帮帮助劳动群众吧 那我们就把这个钱用来支持这个爱心小屋了 那是有两万五千块钱苏打水销售的利润 用来支持这个爱心小屋了 所以这些 这几这三笔加起来 反正是爱心小屋的收入 三笔加起来 他本身的收入只有12,417 一个月是3,068 一个月4823 一个月是4526 那就是收的托管费 一个小孩300块钱 这么一个样子 然后他本身的收入就这么多一万多块钱 那他的成本是在五万块钱 房租就要两万三千七百五十七了 这么一个 调养 那他的他的亏空的就靠这个我们后来说的这个卖店里面卖饼干 牛大堂的钱给一半给他 还有这个苏打水促销的这个利润 啊就是说这个本来这些利润是要支持各地的这个俱乐部的吗 啊他们不要啊 让我们自己来来做这个公益项目 是两万五啊 那就抵掉了吗 抵掉了 那我现在哈姆朗汉就算现在成本是一百万 一百万的话还没算苏打水的快递费 啊是 我操快递费你知道多少钱吗 苏打水的快递费 十九万零四百六十七元 你不要跟我说苏打苏打水赚钱赚钱 苏打水光快递费十九万 苏打水光快递费啊十九万啊 十九万零四百六十七元 我一个个给你念啊 啊第一个月八八三三一 第二个月一一三三四 第三个月七六四五 第四个月七九零零 第五个月九二七五 第什么第六个月一六四三七 啊第七个月一七二七零 第八个月二三九零八 啊下啊下一个月啊 什么五一五零七 再下一个月二四一七三 再下个月一一零五零五 再下个月一零一八二 光快递费十九万 啊然后这个苏打水本身 啊 九千六百八十六箱 它的那个 成本 本身的成本啊 苏打水本身的成本 是这个 这九千多箱啊 九千多箱 呃是折射 是两万三千 不是二十三万两千四百六十四元 然后这里面的钱呢是 呃活按照我们当时不是办活动啊 促销办活动 啊 就是 卖掉了这个 促销办活动最后是五千三百箱 五千三百箱是促销促促销掉了 啊 这个两千九千六百八十六箱是我们生产它的总成本啊 生产的总成本是花了二十三万 啊 二十三万 平均一箱的成本就二十多块钱吧 我们说了二十二十五块钱不到啊 啊 然后我们在 这个最后的时候就是促销的话总共是促销掉了五千三百箱 其中促销活动本身 我们赚的钱到我们自己呃就是说是四千箱然后有 购买了去支持各个小组的啊各个俱乐部的现在叫俱乐部的是够他们就一千三百箱 然后按照规则的话是最后是要拿出五万块钱来给这个这些俱乐部去 啊购置生产资料的买车啊或者买什么的五万块钱给给给给你们就买电瓶车啊什么这种东西或者购置一些 厨具啊啊这玩意儿然后最后呢大家只领了一半 各个俱乐部他们就领了一半是领了两万五千零三十一块钱 然后凑个整呢是给小屋是支持的是两万五千块 两万五千块 所以这你算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成本就已经一百二十多万了 就已经是一百四十多万了你明白吗 这个时候你算到快递费十九万 然后呢做这个苏打水本身的这个成本 把这个这个苏打水本身的这个生产价格生产成本是二十三万 然后我们还要额外把这个利润又把它又再拿出去 赚到的利润里面的五万块钱拿出去 那就是二十八万再加上十九万 那是这里面呢就是 四十七万 这四十七万 又都 花掉了就是开销开支又开始开销掉了 再加上前面一百万 那么现在就一百四十七万了 那你现在大概知道我们的淘宝店总收入是多少了 我们支出支出了一百四十七万啊 一百四十多万 然后那个 我们还有哪里还赚了一点呢 就是这个B站账号提现 啊B站账号提现最后呢提现了个什么 两万块钱啊 我们那个B站B站号就是那个 执行俱乐部的B站号里面是占了两万块钱 这两万块钱是怎么弄呢 啊 发工资发了一万多块钱 懂的吧 然后那个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这样吧 别烦了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呃 我也放屁了 反正这两万块钱提现个算钱的吧 算我们的收入吧 然后那个 嗯 在二十三年一开始我们还做那个学来一封 心爱心的做好事 发勋章吧 发勋章的话 这个我们没有我们我们没有这个 最后我们是这里面赚到的钱我们全花出去了 因为吧 总共是预算是六万块钱 花掉了 这个勋章给我们带来的收入是六万块钱 我们把其中的五万三千七百五十六块钱都花掉了 我们当时记录的是我们总共给 劳动者提供了四千六百六十六碗的免费牛肉面 了解 哦不是是这样的 我操是这样的 哦你巴巴巴的 是我们 我们总共 卖勋章占到的是五万三千七百六十七百五十六块钱 哎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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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看再看一看再看一看 这个有项目明细的啊 这个有一个项目明细的 反正就是说我们四千六百六十六份牛肉面 把这个五万多块钱给他 这个是直播经费使用 我明白我明白了 勋章经费剩余 最后还剩了六千二百四十四块钱没花掉 啊最后是剩了这个六千二百四十四块钱没花掉啊 没有花掉 然后 这个是 哦不像之前刚说的那个B站提现的提了两万块钱吧 提两万钱其中是 一万一千三百三十八块钱是给那个员工发了工资 因为他们也是劳动者 我自己的直播账号得到打赏给他们发工资 发了一万多块钱 然后呢 六千零六十九点零八元 是给这个小屋和这个 和这个牛肉面 免费牛肉面 啊 报销了 了解吧 垫付了其中的什么 七千多块钱啊 垫付的其中的 多少钱 然后最后剩余 剩余两千五百块钱是用来这个 当时这个爱情小屋就碗头班我们刚接下来剩两千五百块钱 直播提现两万块最后剩两千五百块钱 其中一万发生工资啊 九千多块钱是抵掉了抵掉牛肉面什么这些东西的 然后 还有这个小屋改造的 或者他房租的 啊要报销的 啊然后那个 哦 这个应该是抵掉的是那个小屋里面小朋友吃的那个这个下午餐 吃的牛牛奶和面包的钱抵掉了 然后最后剩这个两千五百块钱是给那个小屋未来发展做了一个小的基金啊 啊 啊 哦我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是那个 直播经费使用这个垫付是什么呀 反正把他小钱了 反正就是我们公司又给他 公司本身又从公司账上 也就是从淘宝的那个盈利里面给这个牛肉面不够的 又垫了垫了六千三百块钱 又垫了六千三百二十二块三毛七 啊 油肝 所以说我们刚说的我们这个其他乱七八的东西 就是卖勋章我们没有挣一分钱 我们还定垫钱了 卖勋章没有没有挣钱我们垫钱了我们他妈的 就是免费餐是发了四千六百六十六分啊 啊 然后 所以说这个都不能算收入呀 都不能算收入啊 啊 不能算收入 好吧 所以最后 最后我告诉你就是说张姐算下来我们小赚了几万块钱 小赚了几万块钱 小赚了两三万块钱 我们花了一百多万 一百一百四多万一百五十万接近 然后我们小赚了两三万块钱 没有吧 就是说而且这个是很勉勉强强达到的 我就报一个就是说这个2023年1月份我们的网店收入啊 仅仅收入成本刚刚前面算过了成本就是比如说 物料啊 物流啊 还有人员工资啊 网店本身的物料 这是总的销售啊 销售额啊 是在2023年1月份的销售额是七万七千八百二十七元 是七万七千多块钱 在2023年2月份的销售额是六万七千 一百七十四元 后面的月份是有所改善 那么这个从2022年12月到2023年11月这十二个月里面 最后我们网店努力达成的销售额是覆盖掉的其他我们总共的挣到的钱 我们花掉的钱 就就屏障了 屏障 然后略有盈余两三万块钱的盈余 这两三万块钱的盈余很快转眼又没了 因为你的场地要交租金了 他们的宿舍一交就是几万块钱 还有那个我们的餐厅一交就是几万一交就八万 一交就是 如果半年一交的话那就是四万多 明白吧 所以说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没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我们很有盈余的话 你说如果我们这个网店这个公司很有盈余的话 你说今年要搞这个 要搞这个我们要搞这个3D打印工坊 饭得着我来花钱去给他们买3D打印机吗 四台3D打印机只报销了一台 还有一些材料费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项目项目总监啊 在自己掏钱还有的还没报销 饭得着我来掏钱吗 公司账上没钱 我的直播收入我我赚的钱 我还给他们去购置生产资料 我们这个设计员要去设计3D模型 没有电脑我掏钱买 要我去在咸鱼上买配件去给他配一个性能 刚刚好还能还能 跑得转那个设计软件呢 明白吗 但是我们要发展 我们要发展我们要进步我们要提高 我们要努力 我们有志气 我们有耐心 我们不是没钱我们有钱的 但是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拿个什么十几二十万 懂吧 我我们有成员手上是有钱的 我们不会说没饭吃 我们不会说我们开不起车 车加不起油 这不可能的 我们正常的该生活生活 该跑生意 跑生意 该活动活动 我们是有钱的 不会go money 我们有钱 但是我们这钱 我们不能那样就是说用来用来这个强行用来这个是什么入账 强行用来什么扩大再生产 强行的怎么样 不能的不行的 你这样人家人家看着你账户呢 懂吗 看着你现金流呢 你知道吗 了解吗 不是那样膨胀不健康 是那样人家会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 你已经有了这个线下这个这一群这个拥躬啊 有了这个一些社会影响力的 你他妈还有钱 你还得了 给你插上双亿 你不是飞到天上去了 你跟这个老板的这个富二代要个几百万上千万 跟那个又要个几百万上千万 你把你是规模一扩大 绅士起来 各个城市都搞了个十几二十个像一样的 那你双翅插身 不就飞到天上去了吗 明白吧 所以我们不能花这些钱 不能要这些 不能拿这些钱的 懂吗 我是一个知道做任何事情的底线和分寸的人 我不会超出这些分寸和底线来做事 我一个平 这个民间草民哎 而且说在舆论上我被很多人抹黑 诬陷造谣 在舆论上我给很多人这个这个印象并不好啊 那也是我的求生之道 你知道吗 如果我不用这种方式来自污 不在媒体平台上自污的话 我又有名誉 又有又有这个社会好形象 懂吧 我必须不成气候 我不能成气候 我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 我成气候 祸及家人呢 我不能成气候的 明白吗 我只要证明这条路走的通 行得了 大家人心可用 对吗 社会主义的财富是可以继承的 路走的通的就行了 工程不必在我 明白吗 而且还有点 就是说你贪子穷 大家都没啥钱的时候 还得保持某种纯粹性 纯洁性 钱一多 那保不正谁要动歪心思 保不正谁要在里面使手脚 我直接眼皮子底下我直属的 我管理的人 我能理解 我能控制 我能监督 我能掌控 我能把握 我能及时的把不合格的 有问题的筛态出去 但是呢 规模一旦扩大 对不对 那这个这个后面的就是我的下属的下属 我的分支的分支 这东西我管不住了 那就腐败了 对吧 又变成资本主义逻辑了 啊 这个东西呢 也跟你们说清楚 说明白 你就是想 哎 他的团队里面不是有富二代 不是有那种资产 八位数 九位数的人吗 为什么我靠 不扩大规模 不是怎么样 我们没 我们 我们不是靠钱来扩大规模的 是吧 明白吗 我们不是靠钱来扩大规模的 这个要就是 就是讲究的是性质 而不是量 而讲究的是里面的比例 甚至黑格尔逻辑学员啊 要讲究这个比例要适配 明白吗 有的这个是 哇靠 有的是急于求成的 不知道死活的 有些小孩 不知道好歹 不知道死活的 是急于求成的 我们是我们老是这个画师都可以夸张一点 我比较圆滑的 我知道我能长多大 我应该长多大 我应该长多大一个规模 我恭恭敬敬 我也平平淡淡 实实在在的 我们很清楚的 你们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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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的 现下活动 经历 没有和那些什么乱七八糟 很肮脏 糟糕的那些那些激进团体 过过招 你不知道这里面深浅的 不知道这里面轻重的 你在这些对手 啊 这是很荒诞的很荒谬的 他不是就说坏 这是很荒诞 很抽象 什么的存在 很烦 啊 所以我们解决处理这些问题 是 哎 有的时候就是说 呃 这叫不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 这个不当家不知柴狼 柴狼这个柴狼邪恶啊 柴狼坏啊 我们是一些 毫无底线的 肮脏堕落的一些民间 团体 民间个人 民间团伙 是这群王八蛋 明白吧 国家政府 其实很多很多情况是给我们保驾护航的 是在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发展的 他有会有误判啊 会有一些就是啊 啊 你要有领导处理很多问题 就看一眼报告啊 说不定 就下面基层人人士 他知道 知道我们其实情况不是那样的 他要帮我们就是把情况说清楚说明白 啊 我们非常感谢的 但是就会有那种没有底线的丑陋的肮脏的人 百般污蔑 啊 百般去造谣诽谤 哎 各个条件 各个部门 懂吗 什么他们都写的 你就说 说的 点的点的出来 一般老百姓点的出来的政府部门 都有他们交的各种举报材料 这不是疯了吗 这不是疯子吗 你明白吗 我没有个脾气 我没有个好脾气 我有的是对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人没有好脾气 是为什么呀 他们 他们一伙的人 在对我们做很糟糕 非常卑劣 肮脏 至极的一些事情 我还有好脸色 我是什么傻逼吗 我是畜生吗 我还有对他们还有好脸色 明白吗 你就看看那个什么 你你们就看看那个什么什么大群里面有一个冒充我那个人的签名写的什么东西 你们就知道了 不这些人 我就我又没话说了 我好吧 他不是想坐这个位置 他是说 现实当中我们 在很努力的很执着的去追求实现我们的理想 去按照我们的理想标准在生活着 他们呢 哦是大舞台啊 你看大舞台里面冒充我的人写的什么东西 哦那个大群里面也有冒充我的人在里面发过东西的 你们自己去看 都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 我我又是愤怒我很愤怒极为愤怒的 我不知道活在什么样的这个一个历史传统社会背景当中 会有这样的 这种敌手 这种敌人 这种骚扰污蔑者 难以 难以理解 难以认同的一个 一个 那种氛围 所以很多情况也要考虑 我在直播的时候 为什么 我有的时候我 我没什么心情的 有什么心情 我有什么好心情啊 这些人不神之以法 我有什么好心情啊 我没什么好心情的 这些人 这些人 前护后拥的还会有一些 啊 贴心死党 拥拥拥拥 拥着他们 集资的去搞女仆店 搞个什么大舞台里面全什么反动言论 做过什么好事 现实的做过好事没有 帮助过没有 帮助过劳动群众没有 具体的现实的大批量的 组织起一个团队努力的去帮助劳动群众 有吗实现你的所谓的理想有吗 我这样做了 我们这样做了 我们努力这样做了 然后呢 啊 就被你们打击报复 诽谤造谣无灭 这什么时代啊 或者说这个时代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这群人是什么什么个存在 所以我这个我这个视频 我在说为什么我心情差 为什么我没有好脸色 有好脸色就怪了 我遭遇这种东西 我有好脸色我就怪了 还叫我赔钱 那我卡 有了 感谢观看